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哉告诉申教授 光浩是穿越过来的 而且他就是申教授的父亲 申教授这才知道为什么光浩会这么关心自己 可是光浩已经失踪了 众人都找不到他 班长认为光浩可能是回到过去了 回到正文 法医知道了申教授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是光浩的女儿 突如其来的记忆让她愣了一下 她搞不懂这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 夜深后 言书来到门口等光浩 说好的马上回来 也不见人 光浩又这样把言书一个人丢下 他冲回隧道 想回去找言书 可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穿越回去 光浩悲痛望风 另一边 善哉已经得知真相 根本无法从勒痕看出勒了几次 法医才是真正的凶手 他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对法医无比信任 什么事都跟法医商量 没想到那家伙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善哉无法原谅自己 与此同时 申教授还在研究那些案子 他一直想不通死者脚下的点到底有什么含义 这时 善哉来找他 看着善哉血肉模糊的手 他立刻把善哉拉进来 帮他处理伤口 申教授劝善哉想开点 善哉为了抓他像疯子一样跑来跑去 没想到他就躲在自己身边 善哉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另一边 光浩冷静下来 开始思考到底是怎么穿越的 钢笔是关键证物 可他把钢笔留在了过去 没有钢笔该怎么抓 但大家还不知道法医是凶手 现在不是考虑钢笔的时候 得先去提醒大家 与此同时 法医来到光浩家门口 那段莫名其妙的记忆 难道是他重新回来了吗 那边班长正在头疼 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时 光浩出现 把班长吓了一跳 善哉收到光浩回来的消息 他和申教授立刻赶往警局 光浩还不知道申教授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善哉告诉他 申教授已经知道了 他还没做好和女儿相认的准备 父女终于相认 光浩觉得很对不起女儿 让女儿受了这么多罪 光浩迟迟不肯回来 严叔知道他又走了 不过没关系 严叔相信他抓到凶手后肯定会回来的 另一边 光浩和申教授父女相认 申教授有很多事想问光浩 但不知该从何问起 光浩也是 接下来要对付法医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问题是该怎么抓他 光浩把最重要的钢笔留在过去 法医就是用钢笔点的点 而且 郑浩应留下的线索也是钢笔 申教授觉得这也是优势 法医肯定也在找钢笔 上面有被害人的地内 现在还有个问题 光浩知道法医的真实身份 法医也知道光浩是从哪来的 万一法医背后把光浩的身世抖出来 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光浩和善再去逮捕法医 法医没想到光浩竟然真的回来了 他因涉嫌杀害多名女性被紧急逮捕 人是抓回来了 可接下来才是最困难的 得想办法让他认罪才行 法医气定神贤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拒不认罪 光浩说 No out是你的洗礼名吧 还把他刻在了钢笔上 不过你整天戴在身上的钢笔 今天怎么不见了 法医沉默不语 光浩继续说道 你做完案后 用钢笔在被害人脚上点点 在隧道和我相遇 不记得了吗 法医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光浩只好用最后一招 那你继续否认吧 钢笔已经送去鉴定 法医淡定的说您随意 善哉和光浩来到法医家 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 一楼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他们来到二楼 眼前的一幕让光浩惊呆了 墙上挂满了照片 法医竟然还收集死者照片当成战利品收藏起来 他从没停止杀戮 只是没被人发现而已 另一边 申教授查看法医的资料 母亲和外婆都死了 被害人类型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肯定和过去的事有关联 法医在警局度过一晚 第二天 阿大和小宋也知道了所有事 信息量太大 他们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眼前的老妖竟然是老前辈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看光浩了 班长又开口了 申教授 你们也认识吧 她是光浩的女儿 两人快被整疯了 这年头什么离奇的事都有 阿大和小宋是什么喜剧人物吗 这脸上的表情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 不过他们成功地 让沉浸在剧情中的我笑了一会儿 要不然剧情这么紧凑 法医这么恐怖 关键的小心脏还真是有点难受 接下来阿大和小宋继续审问法医 法医非常嚣张 他说我可是救过申教授的人 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位光浩到底是怎么回事 善灾你不是要跟我解释吗 当时让我尸检的那个才是光浩 眼前这位盗用别人身份的人 到底是谁呢 没想到法医这么难对付 三言两语就扭转局势 把矛头指向了光浩 这种人太可怕了 不 他不是人 是怪物 另一边申教授来到法医的故乡 有位老奶奶还认识他 他是被奶奶抚养长大的 母亲为了赚钱一直在外工作 每次回来时都给法医买很多礼物 有时候老奶奶也会拿条丝袜穿 当时丝袜可是奢侈品 听说他母亲的工作并不光彩 每次回来时都被人指指点点 好在法医很争气 学习成绩好 一直名列前茅 很有出息 他母亲好像是在医院死的 听说是酒精中毒 另一边法医一直抵赖 一时半会儿还真拿他没办法 还没想出对策 领导就来了 法医被抓的是领导 已经知道了 领导说过不要碰那个案子 现在竟然把法医抓了回来 抓人可以他没意见 但问题是得有证据 领导亲自释放了法医 法医重见天日 领导真是个猪队友 仗着自己的身份 就把凶手给放了 法医这么聪明又这么狠毒 这次放走 下次再想抓回来 可就不容易了 阿大和小宋去跟踪法医 光浩和申教授来到紫禁城饭店 颜淑很喜欢这里的尖角 申教授也记得这里 天黑后 光浩和善再去换阿太和小宋 晚上11点30分 法医还在工作 好像有点奇怪 他们立刻上楼查看 法医早都走了 没开车 也不在家 不知道到底去了哪里 公园里一名女子正在打电话 法医从身后出现 悲剧再次发生 光浩心情复杂 要不是昨晚跟丢了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这次被害人脚上没有点 因为钢笔不在 他没办法点点 光浩和善再去找法医 法医知道他们要来 早都准备好茶了 光浩哪有心思喝茶 法医如此嚣张 既然找不到证据 那就用拳头解决 只要把法医弄死 就不会有人遇害了 警卫及时出现 将光浩带走 善灾也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问法医 有没有要跟我说的 法医说 想让我说什么 想抓我的话 就拿出证据来吧 临走时 法医丢给他一颗棋子 只有抓了王 游戏才会结束 另一边 申教授再给学生们上课 有位同学的笔不小心掉在地上 申教授帮他捡起笔 脑海中突然出现一段记忆 法医的那只钢笔他见过 他立刻联系光浩 记忆发生了改变 小时候 他见过那只钢笔 严叔说 这是爸爸的东西 爸爸以后会用到 他得把它保管好才行 可问题是 申教授只记得把钢笔藏起来了 具体藏在哪马上想不起来 光浩让他别着急 慢慢想 就算找不到钢笔 也会把法医抓起来的 善灾把光浩叫了回来 死者是颈部压迫窒息而死 确实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这肯定是法医提前计划好的 可惜找不到任何证据 光浩说证据可能有了 与此同时 申教授看着以前的相册 他突然想起把钢笔藏在哪了 就是光浩在邮轮上买的那个玩偶 他立刻联系光浩 知道钢笔在哪了 申教授正准备出发去警局 法医找上门来 问申教授钢笔在哪 原来法医在棋子里装了窃听器 光浩和善灾的对话被他听到了 所以他才找上门来 幸好申教授想起钢笔藏身之处的时候 没有直接在电话里说出来 不然不止光浩和善灾会知道 钢笔藏在哪 法医也会立刻知道 到时候先光浩一步找到钢笔 再销毁证据 就真的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另一边 光浩等了很久也不见申教授了 他来到华阳大学 可申教授早都下班了 光浩有种不祥的预感 申教授一直不接电话 车还在这儿 手机却掉在车下面 光浩这才反应过来 申教授出事了 本集结束 有窃听器的存在 法医永远比他们快一步 想反败为胜 就看什么时候能发现那个窃听器了 下一章中 申教授被法医装在车的后备箱里带走 善灾和光浩在警局查监控 最终也锁定了法医带走申教授 经过的路口 好不容易有了钢底的线索 可申教授却出事了 光浩他们现在非常被动 申教授被丧心病狂的法医带走 他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光浩和善灾能成功救出申教授吗 隧道 第十四章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咱们下一章继续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